謝謝主席 我想了解一下現在紀律部隊的五天工作舟的實行情況 因為我知道有些紀律部隊 五天工作舟做得比較好 例如消防、飛行服務隊 但有些紀律部隊差點 現在整體的狀況是怎樣呢 有哪些紀律部隊實行五天工作舟面對困難 那個困難在哪裏 局方打算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國長 多謝郭議員 紀律部隊個別都有不同的情況 譬如飛行服務部隊 它已經差不多百分之百 做了五天工作 消防是去到百分之九十七點多 其他部隊入境是百分之六十四 做到五天 警隊是百分之五十四 海關是百分之四十三 那程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它只是能夠做到百分之二 那這個是 我知道各個比率部隊都很努力 好像我們在文件都有交代 就是他們在可行性的情況下 都用不同的施行計劃 去看看可不可以在不同的 譬如成交 它在不同的院所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市民計劃 或者同一個院所 有兩類不同類的 的 偏加 有些是回到五天 有些是回到六天 或者是五天半 這也是盡量發揮想像力 盡量努力去造成 可以增加五天的比例 是的 但你也聽到 有些百分之一百 有些好像懲教那樣 有百分之二十二 那四十三五十四 都不理想 六十四都不理想 剛才聽到 都好像有些紀律部隊自己 去想方法去解決 那局方有沒有 詳盡了解過 他們面對的問題 是不是每個紀律部隊 自己就可以解決得到 還是其實需要有其他的協助 或者增加人手等等 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 五天工作周 是政府對公務員 整體公務員的承諾 其實應該 每個人都可以享有 令到大家 作息的時間 平衡一些 亦都平衡家庭和工作 對整體紀律部隊的 士氣的提升 都會有影響 如果大家都可以實行到 五天工作周 當然 大家就會好些 士氣都會好些 這方面 有沒有詳細一些的了解 怎樣可以逐個紀律部隊 幫他們解決這個 面對的困難呢 局長 主席 我們無論紀律部隊 也好文職的部門也好 我們同樣都是努力的去 鼓勵去推動這個 五天工作周的模式 我們理解 在某些部門 紀律部隊比較多些的情況 因為他們提供的服務 差不多是夜市小時的 他們的呈教 是夜市小時的 都要有同時去管理 那些的呈教院所 其他部隊 亦都很長時間 在我們的口岸開放的時間 亦都是 星期六、星期都要有人當席 所以這些情況 我們都是要有些 由部門首長去 那一想怎樣 去更加有好的 去做一些的安排 在編更上面 是否可以做到呢 例如消防 消防也是24小時 要有人當席 但他亦都可以做到 百分之九十幾 差不多一百 都可以做到 這個五天的工作 所以這個 我覺得 部隊的主管 部門的主管 他們最熟悉的 那個部門運作 應該是最好的 情況 在那個 基礎上 看看如何再想 如何推動 所以不同的試行計劃 都在做 而這些試行計劃 我相信當有試行完成的時候 是逐步可以把這個數字增加 主席 如果有些紀律部隊 現時的實際情況 未能做到 對一些未可以實行 五天工作周的紀律部隊的員工 你們會不會 可以考慮 有些特別津貼 可以補償給他們 讓他們 就算放不到假 都覺得 好過一些 士氣高昂一些 主席 我相信 郭議員都知道 對於那些未能做到 五天工作的 一些模式的人員 各個部門 包括紀律部隊 都在研究 探討 用一個 非五天工作周的扣架安排 這個 在某程度上 給他們 亦可以 跟五天工作周的同事 扣架安排 一視同益 這些 也有些試行計劃 在做 每年都有一些改善 有些人 有些人 都會有些人